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美国适合老年人和退休人员的最佳信用卡 这篇文章由CNBC Select提供 介绍了适合老年人和退休人员的最佳信用卡 下面是美中类型信用卡的推荐选择 整体最佳 美国运通Blue Cash Preferred注册商标符号卡 主要福利 美国超市购物每年最多可享6%现金返还 上限为6000美元 然后为1% 部分美国流媒体订阅可享6%现金返还 美国加油站3%现金返还 交通 包括计程车 停车 通行费等3%现金回馈 年费 第一年免费 之后年费为95美元 最适合旅行 Chase Sapphire Preferred注册商标符号卡 主要福利 透过Chase Ultimate Rewards注册商标符号购买旅行 可获5倍积分 餐饮和精选串流媒体服务获3倍积分 所有其他旅游购买获得2倍积分 年费 95美元 最适合公路旅行 US Bank Altitude注册商标符号 Connect Visa Signature注册商标符号卡 主要福利 预定汽车租赁和酒店可获得5倍积分 旅游 加油站和电动车充电站4倍积分 杂货店 餐饮和串流服务2倍积分 年费 第一年免费 之后年费为95美元 最适合杂货店购物 American Express注册商标符号 Gold Card 主要福利 餐厅和美国超市购物想4倍积分 透过航空公司或Mxtravel.com预定的航班可获得3倍积分 年费 250美元 最适合药局购买和医疗费用 巴克莱银行ARP注册商标符号 Essential Rewards Mastercard注册商标符号 主要福利 加油站和药局购物3%现金回馈部分商店除外 符合资格的医疗费用可获得2%返现 年费 免年费 最佳无年费卡 Chase Freedom Flex 主要福利 季度奖励类别最多1500美元的合并购买想5%现金返还 透过Chase Ultimate Rewards注册商标符号预定旅行想5%现金返还 药局购物和餐饮想3%现金回馈 年费 免年费 最佳入门0%年利率卡 Wells Fargo Reflect注册商标符号卡 主要福利 无特殊奖励 但提供长达21个月的0%购买和余额转账年利率 年费 免年费 最适合退休储蓄 Fidelity注册商标符号 Rewards Visa Signature注册商标符号卡 主要福利 所有购买均想2%现金回馈 年费 免年费 在选择信用卡时 建议考虑个人消费习惯和需求 以及卡片所提供的特定福利 这些卡片为老年人和退休人员提供了广泛的选择 以满足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需求 信用卡 现代金融的便捷工具 1. 引言 信用卡 作为一种银行发行的支付工具 自20世纪中叶诞生以来 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普遍使用的金融产品 其功能不仅仅限于支付 还包括信贷 奖励积分和保险等多重服务 为消费者提供了高效便捷的资金流动方式 2. 信用卡的历史严格 信用卡的雏形可追溯至1946年 当时美国银行家John Biggins推出了Charge It计划 允许客户在本地商户处购物并通过银行偿还 1950年 Diner's Club推出了第一张普遍接受的信用卡 标志着信用卡时代的真正开端 随后 美国运通在1958年推出了其第一张信用卡 而Visa和Mastercard也在同一时期内 开始发展他们的信用卡业务 3. 信用卡的工作原理 信用卡是基于持卡人的信用额度工作的 当持卡人进行交易时 信用卡公司会预先支付给商户 而持卡人则在账单到期时 向信用卡公司偿还款项 若持卡人未能按时全额偿还 通常会产生利息费用 此外 信用卡交易通过一个复杂的电子验证和清算系统进行处理 确保资金的安全转移 4. 信用卡的种类 信用卡种类多样 包括但不限于标准信用卡 奖励信用卡 商业信用卡 学生信用卡和充值信用卡等 不同类型的信用卡根据其特定功能和目标用户群体进行设计 如旅行奖励卡提供航空里程积分 而现金返还卡则为日常消费提供现金回馈 5. 信用卡的安全性 随着技术的进步 信用卡的安全性得到了显著提升 芯片和PING技术的引入大大减少了欺诈风险 此外 大多数信用卡公司提供实时监控服务 以防止未授权的交易 持卡人也被教育要保护个人信息 以防止身份盗窃 6. 信用卡的影响 信用卡改变了消费者的支付方式 促进了消费者信贷的普及 并且对零售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也为全球经济活动的增长提供了动力 使得资金流动更为快捷和高效 然而 信用卡也可能导致过度借贷核债务问题 这需要持卡人审慎使用 7. 未来展望 随着移动支付和数字钱包的兴起 信用卡行业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未来的信用卡可能会整合更多的技术创新 如生物识别认证和区块链技术 以提供更高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同时 信用卡公司也在不断探索更加个性化和灵活的信贷解决方案 以满足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 8. 结论 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信用卡不仅大幅提升了交易效率 还极大的丰富了消费者的金融选择 尽管它带来了一系列的便利 但同时也需要用户对信用卡的使用保持警觉 避免财务风险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信用卡行业将继续演变 提供更加安全 便捷的致富体验 信用卡特性与老年人及退休人员的关联性 1. 隐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金融机构日益关注老年人和退休人员的特定需求 在信用卡产品设计中 考虑到这一人群的消费习惯 财务状况及生活方式 某些信用卡特性对它们尤为吸引力 2. 现金返还与奖励计划 老年人和退休人员往往更倾向于实用主义 因此提供高比例现金返还的信用卡特别受欢迎 例如针对日常消费如杂货店 药品和医疗服务的现金返还特性 能够为它们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 3. 低利率与费用 此人群通常在退休后收入有所减少 因此信用卡的低利率及低年费或免年费特性尤为重要 这有助于它们减少财务负担 尤其是在必须携带余额时 4. 简化的奖励结构 复杂的奖励结构对老年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负担 因此简化的奖励体系 如统一的现金返还比率 而非多级别的奖励点数 会更受到它们的青睐 5. 医疗和健康福利 考虑到老年人可能面临更多的健康问题 那些提供额外医疗保险 药品折扣或健康相关奖励的信用卡特别有吸引力 例如某些信用卡可能提供紧急医疗援助 或对特定药物的折扣 6. 旅行优惠与服务 退休人员往往有更多的时间旅行 因此提供旅行保险 免费行李托运 机场休息室访问等旅行相关福利的信用卡 对它们而言具有特别的价值 7. 客户服务与辅助功能 优质的客户服务对老年人尤其重要 易于接触的客服和亲切的服务态度 能提升他们的用户体验 此外 考虑到视力或操作上的限制 信用卡的辅助功能 如大号字体 语音提示等 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8. 结论 总的来说 适合老年人和退休人员的信用卡特性 应当聚焦于经济实惠 简易操作和针对性福利 这些特性反映了这一人群的生活需求和消费模式 同时也体现了金融产品设计中的人性化关怀 随着市场细分的深入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定制化的信用卡产品 以满足老年人和退休人员的多元化需求 针对老年人和退休人员的信用卡优惠与奖励计划 1. 隐言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 老年人和退休人员成为金融服务市场的重要部分 各大信用卡公司 针对这一人群推出了特别优惠或奖励计划 以适应其独特的消费需求和金融情况 2. 美国运通 American Express 美国运通是全球知名的信用卡公司 其产品通常已提供高端服务著称 对于老年人和退休人员 该公司提供的American Express 注册商标符号CodeCard等产品 包含了针对超市和餐饮消费的高额积分回馈 以及针对旅行预定的奖励点数 这些都是对老年人生活方式的贴心照顾 3. Chase 摩根大通 Chase Sapphire Preferred 注册商标符号卡 是摩根大通银行推出的一款旅行和餐饮奖励卡 它为老年人和退休人员提供了旅行保险 额外积分奖励 以及在全球广泛的餐饮消费上的积分优惠 非常适合喜爱旅行和美食的退休人群 4. 巴克莱银行 巴克莱银行的ARP注册商标符号 Essential Rewards Mastercard注册商标符号 是专为ARP会员设计的 该卡提供加油站和药局购物的现金返还 以及符合条件的医疗费用返现 这些特性充分考虑到了老年人的健康和日常出行需求 5. 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行的信用卡产品 如Bank of America注册商标符号 Cash Rewards Credit Card 允许持卡人选择最高现金返还类别 包括药品和杂货店 这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特性 因为它可以根据他们的消费习惯来优化奖励 6. 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富国银行的Wells Fargo Reflect注册商标符号卡 为用户提供了长达21个月的0%购买和余额转移利率 这对于需要处理大额医疗费用 或希望避免高利率债务的老年人来说 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特性 7. US Bank 美国银行 US Bank Altitude注册商标符号 Connect Visa Signature注册商标符号卡 为老年人提供了针对旅游 加油站和电动车充电站的积分奖励 以及在超市和餐饮上的额外积分 这些优惠特别符合退休后可能增加的旅行和日常消费模式 8. 结论 老年人和退休人员是新额卡市场的一个重要细分群体 各大新额卡公司通过推出特殊优惠和奖励计划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这些计划通常围绕医疗、日常消费、旅行和低利率等方面设计 以提供更多的便利和经济节省 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 预计将会有更多创新的产品和服务出现 以更好的服务于这一人群 评估信用卡医疗与旅行保险适宜性 1. 引言 对于老年人和退休人员而言 信用卡附带的医疗和旅行保险是评估其适用性的关键因素之一 此类保险提供额外的安全网 确保在遭遇健康问题或旅途意外时能够获得必要的经济支持 2. 医疗保险选项的评估 评估信用卡医疗保险选项时 需重点考察保险的覆盖范围 是否包括老年人常见疾病和慢性病的治疗 同时保险的有效期限 免赔额 最高赔付限额和是否覆盖国际医疗服务也是评估的重要维度 3. 旅行保险的适用性 旅行保险应涵盖紧急医疗撤离 行李丢失 航班延误等常见旅行风险 对于老年人来说 重点关注保险是否提供跨国界的全面保护 并且是否针对年龄较大的群体 设者特别条款 4. 保险条款的细节分析 详细阅读并了解保险条款的具体内容是至关重要的 这包括对于赔付条件 索赔流程 所需文件及时效要求的细致考察 确保条款中没有对老年人不利的年龄限制 或其他排除性规定 5. 客户评价与信誉考量 考察信用卡公司及其保险合作伙伴的市场信誉和客户评价 通过现有用户的反馈 可以了解保险索赔的响应速度和处理效率 这对于需要快速解决问题的老年人尤为重要 6. 保险额外服务的价值 评估时还应关注保险是否提供额外服务 如24小时紧急援助 健康咨询热线等增值服务 这些服务为老年人提供了额外的便利和安心 7. 比较于选择 将不同信用卡的医疗和旅行保险选项进行横向比较 考虑保险覆盖、条款限制、客户服务和额外服务等多个方面 以此选择最符合老年人和退休人员需求的信用卡产品 8. 结论 综合评估信用卡的医疗和旅行保险选项时 需细致审查保险条款、覆盖范围、客户评价及额外服务等多个方面 为老年人和退休人员选择最合适的信用卡 不仅要考虑其金融需求 更要兼顾其健康和旅行安全的特殊需求 通过周全的评估 可以为这一人群提供最佳的保障和便利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经济学家、专业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专业、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六度world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 总结一下 信用卡作为现代金融的便捷工具 为消费者提供了高效的支付和信贷服务 对于老年人和退休人员来说 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信用卡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不同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 他们可以选择具有现金返还、旅行优惠、低利率等特性的信用卡 此外 考虑到老年人的健康和旅行安全 信用卡的医疗和旅行保险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通过综合评估不同信用卡的特性和保险选项 他们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信用卡 以满足自己的金融和保险需求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哦 哦 哦